我就是贪图你末尾集团的 你都说气话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是末尾集团的 你以为我李夏希会看出我的事不安 所以才故意忙 我是末尾集团的亲近 来试探我的头 是个时候这么脆弱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李夏希吗 你还是我爱的那个江一斌吗 你就仅仅跟我说个一个谎言吧 悲伤是五月灵星的雨点 总在凌晨时分蔓延 我试着抹去对你的思念 看得平淡一点 也许会好受险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只是还会记得我曾经爱你不顾一切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喜恍然发现 心是停摆的充电 苦苦的奢望到永远 爱情只是场梦言 等到惊喜恍然发现 心事紧大的充电 看上去好丰盛的样子 好好吃啊 你这是在哪家外卖店叫的呀 有哪家外卖能做出这种成色呀 这可是我亲妈做的 她特地让我给你带过来的 你妈 她干吗突然给我做饭啊 她听了你的事 特别感动 她想让你尝尝家的味道 家的味道 你跟你妈说了什么呀 我把你是孤儿的事情告诉她了 我本来还以为她有什么想法呢 结果她一听到你 发奋努力考上医学院 瞬间就变成你的粉丝了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也太有水分了吧 你妈她真的一点也不在意 当然了 我妈最讨厌那些 看中条件的势力鬼了 她觉得人好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你又聪明又有上进心 她怕你当医生太忙啊 没跟我吃饭了 就变着法子做了这些 来 尝尝吧 好吧 尝一下 味道不错 挺想吃的 妈当然了 还有啊 我妈想见你 你有空跟我一起回家吃一顿饭呗 这么急啊 我妈老想见你了 好 喂 是我 好 我马上就过来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赶紧走了 我去工作了 饭还没吃呢 秀老师 你找我 医生啊 你紧急措施处理得不错嘛 我会是高材生呢 老师 你在说什么 谢谢你啊 大夫 要不是你当机立断 当时就给我做手术 我的腿恐怕就保不住了 不好意思啊 你的手术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啊 嗯 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做的 我只是负责包扎 回来了 累坏了吧 东西有什么事吗 东西哪有什么事 是我怕你晚上肚子饿了 没东西吃 给你送汤过来 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哦 你留着吧 明天还能喝的 我走了 我走了 这几点啊 你要出去 今天不是不上课吗 哦 我去那个大沈家谢谢他们 顺便还她那个打车费 妈正好没事 给你一块钱 不行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干嘛啦 你妈让你很丢脸吗 当然不是 您看您这相貌 身材气质超一流的 高端大气上档次 您这机场一去了 他们就尴尬了 说得有道理 你看就你妈我这样子 去了那样的家庭 肯定管我们多要钱 是吧 妈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你看你又来了 你了解他们吗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妈 是你太不相信别人了 不是我不相信 是不能相信 妈妈跟你说 这世界上 除了你爸 你妈 没有什么人是可以相信的 你跟他们人直接要个账号 把钱打过去不就行了 我不要他们你的电话 快递 地址我也不知道 不就一百块钱 行了行了 别气了 那怎么能行呢 人家背了我一个晚上 我还吐了人一身呢 背你 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是东北的 身高一米八级呢 背我就跟背小姐宰着似的 妈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一个女的一米八 早点回来啊 知道了吗 你是谁啊 是我 你认错人了 我是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 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 是你啊 你出来一下 找你有事 叔叔你好 你怎么来了 那天晚上麻烦你们了 所以我今天是过来 特意感谢你们的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啊 别放在心上 你好 把我们放在那个桌子上 谢谢 一点点心意 哎呀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吗 你真的确定那个患者得的是 急性筋膜间隙综合症吗 还是你瞎懵呢 现在看到我来了 就以为那个患者出事了 所以心慌了 对吗 你神经这么大条 还蛮有想象力的嘛 你神经才大条呢 那个病人的状况 我跟医院确认过了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医院啊 我看到救护车 就像车牌了 原来是这样 你来找我 就是要跟我说 那位病人确实是急性筋膜 间隙综合症 是 我就是来告诉你 你判断对了 算你牛 满意了吧 你在哪里上学啊 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哎 我们一起出去喝杯酒吧 我没有时间 你时间不是挺充裕的吗 你要跟我说什么 要喝酒才能说 哎 你别多想啊 我才不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过来找你的 我有男朋友 我又没有说什么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 骗谁呢 你包都收拾好了 我现在是要回家吃饭 吃完饭还要打工 你今天要代价 今天是客后辅导 我家代价 知道我很忙了吧 要说什么赶紧说 我要走了 哦 对了 你上次是怎么看出 她真正的病状的 不是学过的吗 是啊 我也有学过呀 肌肉和神经组织 会引起的肌膜间隙综合症 肌膜内组织液压上升的话 静脉液压也会上升 这样恶性循环的话 四至十个小时之内 就会神经坏死 但是外部的特征 就只有腿肿还有瘀青 你是怎么从表面上 能够看出上述症状了 当时是因为她的腿的原因 没有及时踩刹车 就证明还在坏死 你是这样判断出来的吗 为什么我就看不出来呢 好奇怪啊 你当时不是问我 有没有勇气开刀吗 对啊 我第一个想法 就是赶紧治疗 如果等所有检查都做完了再治疗 这还叫急救吗 你学过急救啊 外科 我也是学外科的 你这么急性子 又马虎 能学好外科吗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我话说完了 先走了 李东旭 你的记性还蛮好的吗 那个患者说想要见你一面 说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想要亲自感谢你 还有 我是明海一大的 我叫江一山 我叫江一山 不要忘记我的名字 要是下次来外科的话 就可以 喂 爸 谁啊 你回来了 这些都是你拿来的吗 是啊 是我和我妈去超市买的 我这次特意买了被子和床米丝件套 上次都是因为我吐在上面 害你们把那些被罩和床单都扔了 不过我这次特意挑选了 每年六十只 软软的肯定特别输 对了我妈还找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家政阿姨 钱已经付过了 你只要给她打电话 让她过来给你打扫就好了 还有这是上次我跟你接的打车费 一起还给你 就这些吗 怎么没有冰箱啊 冰箱 你没发现我家冰箱很小吗 你买那么多东西 还有生鲜食品 我家冰箱哪放得下 你不应该体贴一点送个冰箱来吗 对不起啊 我没注意到你们家冰箱的大小 如果注意到了呢 就会送一个冰箱来吗 既然没有冰箱 把这些拿回去吧 现在这种天气 没有冰箱晚上就坏了 快点 东旭哥 谁是你哥 别乱叫 赶紧拿走 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你们家冰箱的大小 我真的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 所以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用的 就都给你们拿来了 如果我知道你们家冰箱那么小 我就拿个冰箱过来了呀 为什么 我就想感谢你们 如果那天晚上 遇到的不是你和叔叔 万一我遇到坏人怎么办 所以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们了 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 你没买冰箱而生气吗 对不起啊 我这个人脑子比较笨 也比较粗心 连你们家冰箱多大都没搞清楚 就拿了一大堆东西过来 害你生气了 我知道 你是不想浪费 对不起 我妈说我这个人特别没有眼力加 什么事情都不明白 只会惹人生气 我的意思是 叫你别什么都扯钱 要感谢的方式很多 没必要这么浪费 你说我浪费啊 是 我这个人花钱比较随性 但是我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 要是真的感谢 为什么不放下东西就走啊 你没听过雷锋的事迹吗 做好事不留名 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想问我什么 你到底怎么知道我二三岁的呀 东西啊 把外边收拾收拾 我们晚上就在那儿吃饭了 我去都炒几个菜 爸 我们把这些退回去吧 退回去做什么 这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我们把它留下来吃饭 那也算是礼尚往来了 谢谢叔叔 你拿了这么多东西来 总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回去吧 快点啊 我的这个红肉真好吃 对 看不出来你这么瘦 还挺爱吃肉的啊 对啊 我特别爱吃肉 我每天必须要的肉 可是我妈不让我吃 她说会发烹 说到如果想起来的 你买了那个牛肉 我还放着呢 忘了搁冰箱里边的 你想吃肉吗 不喜欢 对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什么 就是我的年龄 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是知道你会后悔的 为什么 都几岁了 还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二十三岁 没弹过脸 好丢人啊 什么 还有更多呢 还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 我还有饭 我喝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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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饭才吃一半啊 拜拜 你饭才吃一半啊 拜拜 怎么了 是不是噎到了 没有没有 只有点咳嗽 你 你要干吗 别紧张 放轻松 无法说清 三言两语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你却总是要故意惹我生气 你也真是的 是这么快 还好没有噎到太严重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情不自禁 要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 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模样的爱你 爱你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喂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好好处理这几个小孩子 他们打架问题很严重啊 行 您放心 这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你们几个 过来 喂 雅琪老师 不是 是我 是我 我现在在派出所 派出所 不是 我们几个同学跟别人打了一架 就被抓进来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千万别跟我爸说 他会打死我的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知道 我 我同学他爸待会过来 夏希老师 你可不可以 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取消了 因为我八点之前跟您回不去 嗯 嗯 好好好 那我跟我妈说 就说 就说你生病了 来不了 行吗 好 我知道了 好好好 你们几个 干嘛呢 打电话呢 过来 好 警察同志 好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拜拜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YES 拜拜 阿斯林哥 还有十分钟就上课了 你要去哪儿啊 不是说好了 今天不补课吗 为什么不补课 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我帮你隐瞒你捡我裙子的事 你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许缺课 你难道要违背约定吗 谁要违背约定了 我 我是 我提前从派出所回来了 然后就临时跟同学约了 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 那是因为你刚刚根本就不在派出所 我 我在 我真正在 好 那我问你妈 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 哎哟 老师 你就放过我一次好不好 我收了你家双倍的补课费 本来就应该好好补课的 你怎么那么爱钱呢 我靠劳动致富 总比你逃课好 行 你随意 我豁出去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被辞退了 那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的双倍补课费啊 就长得居然飞走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放过我一次吧 这一次啊 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去会展中心吗 你怎么知道 菜排会来不及了 还不快去啊 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 哦 你跟踪我 这次要让我爸知道了 那会打死我的 老师 你就放过我一次吗 我保证 如果这次你放过我以后 到期末考试之前 我都不拉你一节课 我用我的真凭代表 好 你说的 好 第二组跟上 间隔不要太大 来 速度 注意节奏 三号 腰板再挺直一点好吗 好 老板来 转身 停 七号在干吗 走 不要再弄衣服了 七号 停 停停停 七号的造型师哪一位 七号的造型师 道远 是我自己 你就是那个自己挑选的衣服 自己还要当模特的学生 是吗 对 你以为你把牛转服穿在短裤里面是时尚 是吗 你以为你穿上牛转的吊男内心是时尚 是吗 你以为你把自己打翻成一只迷路 是时尚是吗 道远 什么是迷路啊 四不像啊 赶紧把衣服给我换了 道远 这些搭配都是我专门设计的 不是想跟他们不一样吗 不一样是吧 像不懂装懂的人我已经多了 像你这样奇葩的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你赶紧给我去换套衣服 不然我取消你采赞资格 江一鸣的台步怎么了 青少年服装设计大赛比的不仅仅是模特 因为练习不够所以彩排不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凭什么这么骂一名学生 那敢问您是哪一位啊 我是江一鸣的老师 老师你好 我每一年的设计大赛都是很专业的 尤其是服装走秀这个环节 像这么越鱼的选手 我想以后不要出现在这个题材上好不好 这个不是以服装设计为主的走秀比赛吗 就是通过青少年的个性来开发时尚的 我说你不懂就不要说好吗 这位老师你是哪个部门负责接洽的 你想干嘛我跟你说 比赛有比赛的规矩 不懂规矩就不要来参赛好吗 规矩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 你只不过是主办方请来的工作人员 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替主办方来开除参赛选手呢 我只是想展示出一场高质量的服装手 这次比赛的参赛章程我已经看过了 根本就没有规定设计者不能自己当模特 对于走台步的模特也没有专业上的要求 说白了你们根本就是违背了主办方的宗旨 进一步的说你们就是打着青少年设计的旗帜 来找一些专业人员来凑数 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难道不是吗 是我冒失啊 我跟你道歉 进 加油 继续 来 音乐 爸 你找我有事啊 听说你后天不回美国了 机票已经退了 对 我要找到我的摩托车再走 按照原定计划你应该回美国呀 你回去好了 不要用找摩托车当借口 如果你留下来不是为了进公司 那就麻烦你坐上美国的飞机赶紧走 爸 不管您说什么 我都不会去公司上班的 我就真不明白了 这个公司是监狱吗 怎么你就那么讨厌它呢 爸 您知道我喜欢电影 我不喜欢管理公司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 这 说得好像自由就跟不要钱一样 如果没有这个公司支撑着我们家 您哪里有今天坐在这里头 跟我齿高气扬的讲话呀 你早就饿死了 我拜托你 做点实际的事好吧 我跟你说啊 公司可是你最好的平台 爸 我跟你说过了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那你只有对抓住投射贼感兴趣呀 啊 江一斌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就当作你主动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我刚才没让你帮忙啊 你别以为你帮了我一下 就可以指挥我坐着坐那的 是 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什么都不会 你以后别费心教我了 做你自己的事情去吧 在我身上等于浪费时间 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 你也有你擅长的事情 比如做针线活 什么意思啊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 你的剪裁方面的手艺确实不错 你也有设计方面的才能 我那条白裙子被你改过之后 变得更好看了 你就别粉刺我了 不是学习不好就是没用的人 学习是要有天赋的 比如像我 你是在自己夸自己吗 小屁孩 小心我把这事告诉你吧 你才不会 就好像上次一样 你就是怕丢到这份工作 才忍气吞吞吹 手搅那条白裙子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自以为是了 我是不会因为你而放弃做家教的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看见了吧 我这里面一份钱都没有 只有一张交通卡 如果我不做家教 下一顿饭在哪儿吃我都不知道 你要知道 人要是饿极了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说到吃饭 老师 我好饿 我们吃了饭再回去吧 你刚才看见了 我没钱 我请你啊 我怎么能让一个学生请我呢 我算是学生吗 你吃点好的再回去 你自己吃吧 回家的路上把这些背下来 这是今天的任务 这么多都要背啊 我都不认识 老师 你出去了一整天 总得装装样子吧 我 哎 老师 你让我背 你起码得教我吧 这些字我都不认识 你自己听耳机那么悠闲 喂 喂 听什么呢 让我听听 S 那些话 我自己说 我开始教学习终于 我从来的东西 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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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这个词我不认识 挺好 你这么看着女老师有点不礼貌吧 真是个好老师啊 老师啊 今天我请你来 想跟你商量件事情 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 什么 在现在的补课费上 我给你加的三倍 只要把移民的成绩搞上去 我额外的还会给你奖金 老公 我觉得这件事上 你怎么第一个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吧 我请你搬来的目的 就是让你很好地管教管教这臭小子 让他脱离开不及格 顺利地考上大学 我会想想的 你跟阿姨说一声 把二楼的工房收拾一下 这 我是个即兴的人 最好明天你就搬过来 我会考虑一下的 一边啊 天色已经很晚了 你送一下老师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这里养着一个呀 一天到晚在无聊的世上 浪费精力的人 我给他吃给他住 总该让他干点什么吧 走吧 我还是坐公交吧 坐公交比较方便 我可是因为你很认真地 对待我弟弟 才要送你的 你觉得我如果现在上楼去 我爸爸会怎么对待我 那要什么 我是来打工的 又不是来享受的 你干什么 你的协商能力很强啊 我很佩服啊 你的安全带还用我帮你进吗 咱们俩订个协议吧 搬到我家里来 莫名其妙 如果你不搬到我家里来的话 我就跟我爸说 你今天带移民去别的地方 我弟弟这个人呢 从小就调皮 被他气走的家教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 现在终于遇到了 像李老师您 这么专业的家庭教师 我们一定得珍惜 说不准 这是移民能改好的 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请你到我家里 来当家教吧 好好地教育移民 哥 你回来了 老师怎么说 这回你可要惨喽 老师要搬到咱们家里住了 你怎么办吧 我能怎么办 不就多一个人说我吗 以前是我爸 现在又多了个老师 你那挺想得开的嘛 想不开又怎么样 好饿 我要去吃点东西 你要吗 饿了 你是因为外出学习 没吃饭 对啊 老师说他没钱 就什么都没吃就回来了 没钱 太夸张了 他钱包里出了一张公交卡 什么都没有 搞不懂 钱包里只有一张公交卡 我想请你搬到我们家来住 所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当家教吧 好好地教育一礼 也许搬进江家当家教 可以更快地帮家里还站 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外面住不惯吧 还是家里边舒服 对不对 我是来舒适行李的 怎么给人当家教 还要住在人家家里面去啊 他们给我免费的地方住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你和东旭就住在这吧 那怎么行啊 这个屋子虽然小了一点 但是咱们一家三口 勉强还是可以挤一挤的 你这样出去好像是 我来的就把你赶出去似的 这样吧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 那我就在这个床边 给你围一个帘子 你看行不行 他们给了我市价三倍的交交费 我没有理由拒绝 夏夕 其实你不必那么着急 爸爸可以出去 赚更多的钱哪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招工的 哪都需要人的 夏夕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想 赚很多的钱 你应该专注在这次的考试上面 爸爸知道这次的考试 特别不容易 你呢就安心地在家里面读书 准备考试 爸爸来照顾你的生活 爸爸问你做饭 好不好 你搬到人家家里面住 爸爸会担心的 在别人家里住不要钱 为什么不行 你不知道 孩子 这个房子虽然是租的 但是总花的是自己的钱 谁也不能说你什么 是不是 你要搬到人家家里面住 那得看人家脸色 爸爸怎么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我的生活呢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这样 我知道 我知道是迟了点 但从比一辈子都不做好吧 毕竟你妈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总得负起照顾你们姐弟的责任呢 我在歌厅里住过 你不知道吧 那年大一 你被朋友骗了钱 交不起房租 我有个同学 正好在歌厅里上班 我白天上课 晚上就在那里过夜 那段时间我练到 只要有人 拿着麦克风在我面前唱歌 我也能睡着 看别人脸色算什么 只要看完脸色 就能吃饱饭睡好觉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欠下的那些钱 做得有人还吧 不是吗 谢谢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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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不是淡淡几句 无法说清 三眼两鱼 两个人在一起 哪怕是坏天气 都能够开开心心多余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你却总是有故意让我生气 我们的爱情有些小风雨 我也会感觉那么甜蜜 傻的可以 傻的可以 情不自禁的对你发发脾气 我们的爱情不在乎风雨 谁叫我这么样的爱你 爱你 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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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